七十一岁阿嬷玛丽亚玛是慈祭的赵姑姑 与三名孙儿女童住一起 经历一场暴风雨 面对遍地玻璃碎片 阿嬷只能望洋心叹 很多东西都破了还是烂了不能用了 所以就帮他换了五个门还有油漆 房子年久失修 这一趟志工除了换新落地玻璃 也将墙壁 天花板 厕所及厨房水槽等问题一并处理 旧那个是全部坏了的 拉不到水 第一次参与池上活动的刘国锋 希望献出自己的能力 让婆孙三人有一个干净的安身处 不止给他判刑一下 人都会比较开心点 精神点 不是这边 不是这边 这边这边 修缮后的家看起来格外明亮 婆孙们也不用再担心雨天的到来 住得更安心 麦大爱胡彬彬李文坚张志亮悬而报导